宜丰是中国竹子之乡 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中部 东村宜丰县城西北偏远山区的一个村庄 这里被竹海环抱 拥有六千多亩毛竹资源 与翠竹相伴而居的村民生活十分清贫 村民采用建伐竹林的方式来保护生态 但丢弃在林间的竹枝会影响竹笋的新生 2018年村支部牵头组建了 邦邦团棕草制品专业合作社 将废弃的竹枝扎成各式扫把进行销售 既扫清了竹笋生长的障碍 又为村里的贫困户 残疾人和年纪大的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 这位老人叫刘根生 是村里的贫困户 他先天聋雅 跟着哥嫂长大 已经在无声世界里生活了七十年 由于没有接受过手语训练 他无法与人沟通 因为无声所以无助 在村养老中心用餐时 刘根生通常一人一桌 自己吃自己的 偶尔给脚边的小狗喂一些食物 在外人看来 算是他的一点点乐趣 刘根生很少参与村民的娱乐活动 有时看两眼就走开 有时则会在旁边看一会儿 用眼神参与大家的欢乐 更多的时候 他会独自一人找个地方坐坐 或者回家喂鸭子 自从合作社建成后 简陋的厂房成了刘根生第二个家 每天拉竹梢的货车一到 刘根生总会到车前看看 能做些什么 身材瘦小的他本就没多少力气 加上年纪大 常常需要旁人帮忙 才能完成一捆竹梢的搬运 但他从不练习出力 扫把需要手工制作 合作社按照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安排工作内容 刘根生负责的是修剪竹枝 起初 刘根生握着剪刀的姿势 笨拙无力 对竹枝的修剪要求也不了解 常常被划伤手脚 当一双手 落满竹枝的颜色与擦痕后 他的动作也慢慢熟练起来 靠着这份工作 刘根生每月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 虽然已经七十岁了 但是生命中能够让刘根生有依赖感的人不多 前两天 他跟驻村书记比划说 自己手受伤了 书记送给他一副手套 他便天天戴着干活 看着别人都没有手套 刘根生有一点被偏爱的欢喜 谁要员啊 日子已天天过去 刘根生的世界还会继续无声 那是一片常人无法感知的竞技之地 令人欣慰的是 刘根生手中挥舞的剪刀 正是他生活质量的保障 除了国家缘由补助外 他通过自己的劳动 每年还能增收五六千元 挣上了工资脱了贫 依托竹林资源 东村村民将竹枝变费为宝 用竹梢养起生活的饭 用扫把扫出脱贫的路 用扫把扫出脱贫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